環保 環保絕對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平時丟棄的垃圾 不用每次都要丟掉 其實都可以轉化成其他產品 或其他日常大家都會用到的物件 我是Emma 是Dress Green的聯合創辦人和設計師 如果講環保 我會給自己六至七分 我爸爸以前是木工 我小時候會和他一起鑿木 鑽東西 我從小時候很多時候 我們的傢俬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循環再造和升級再造的概念 我從以前都已經有這個概念在我腦海裡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無論是中小幼稚園都要穿校服 但是一些歐美的國家 他們是小朋友上學 很多都不用穿校服 但是香港每間學校都是不同的校服 所以這裡就開始想 校服都是一個可以處理的問題 我們在2021年成立了Dress Green 幫助一些機構、學校、公司 去回收他們舊的制服、校服 再製造一些新的產品 給他們的不同的客戶 或者在活動上使用 我覺得Dress Green這間社企 是將公司、學校、機構和時尚垃圾 連繫在一起 可以幫助他們去減少制服、校服的雕氣 我想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有設計了超過二十款的產品 除了環保之外 現在也是一個給小朋友的校園回憶 第一件的產品 就是我們的UniBear 因為當初有一間學校 想訂一些畢業禮物 想訂一個畢業的Bear 我們幫他們做了全級 差不多四百件的Bear 看到他們收到完成品之後 再派給學生 例如學生說這件是我的校服 大家都會覺得整件事很有意義 而且對他們的學校 更加有歸屬感 我們都很開心 後來我們都發現這個Bear 其實很多家長都喜歡 從而成為了一個很標準的產品 由以前一個打工仔 現在是創業 可能短短三年 但是我的人生就豐富了很多 加上我現在做的事 是想做和喜歡做的事 就是將我們平時 以為是垃圾的一些物件 就可以變成了我們 更加有用的物品 而不再成為垃圾 將來我們都想拓展我們的產品 是面向大眾做一些零售的產品 放在門市或商場去賣 令大家覺得設計的產品 都可以是二手的物品 做的